行政院提委會主委和立委楊琼瑩等人 來到元大鄉立游泳池進行會堪 原本打算由於把戶外冷水游泳池改建成室內溫水游泳池來提高使用率 但因為經營成本高達600多萬 地方和委外包商無法負荷 因此提議暫緩並要求優先改善周邊的老舊設備 改成溫室的或者是有建設太陽能板的 當然我們熱觀騎乘 最主要是 目前早永會的會員大家都出了運動的 都每次都有 理會有年齡齡 根據這些會員相信需要的來做建設 我想這是比較實在的 給他們官員知道說 我也有這種法分子用做的 其實這個只有一個形式 一個裡面是空的那是藏庫 但是其實就沒有做的對不對 沒有 明明也沒有畫分子 原大鄉立游泳池成立10多年 像是一些衛浴設備和牆壁磁磚都破就不堪 讓原本會員人數從原本的200多人下降到了100多人 為了提高使用率 中央原本打算改建成溫水游泳池 不過地方認為不切實際 反而認為應該優先更新硬體設備才能吸引民眾 因此立委楊中英居中協調 最後達成優先改善硬體設備的共識 譬如說我們的更衣室洗浴室水型枯萎 還有我們的廁所 這些都要弄得非常的乾淨 而且呢我們的也不能有龜裂的這個情況 而且在我們的泳池裡面呢 也不能再有龜裂的這個狀態產生 還有最重要的也就是我們現在上面 一旦下雨風大根本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就希望能夠做一個有採光式的太陽板 做全國第一座太陽板的這個這個屋頂的游泳池 讓它成為一個特色結合我們的中科 相關的硬體改善項目 市府體育出表示會在10月底前 將計畫送達體委會審查 一旦審核通過 將會盡速進行改善工程 讓大游泳池萬人一新 記者裡將它中踩不到